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这个韩国的Banilla Code王牌卸妆膏 因为这个很出名嘛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试一下 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支手呢全部化好了妆了 这个是已经擦了粉底液 还有遮瑕膏 然后就是眉笔眼影眼线 然后睫毛膏 还有口红 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 彩妆都已经化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取一点 这个卸妆膏 来试试 它这个是固体的卸妆膏 所以说呢 这个每次用量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 手背的用量 然后这个它是固体的 可是呢你需要用你的手的温度 来融化它就好像黄油一样 然后这样子揉搓按摩 看到吗已经最先融化的 口红什么的眼影已经融化掉了 然后接下来是 眉笔和睫毛膏呢 你就要这样子细细的揉搓它 就可以慢慢的卸掉了 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 比如说你脸上觉得脸上好脏啊 好想用纸巾全部擦掉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因为它是卸妆膏 它是种化之后是卸妆油嘛 它是需要一个乳化的过程的 所以先不要直接擦掉它 让我们用清水来乳化一下 看到了吗 它现在开始变白 就是这是一个乳化过程 我觉得这个能让你 皮肤上比如说残留的彩妆 可以卸掉 而且我觉得它乳化了之后 整个特别的清爽 就是不会油腻 相比起我之前使用过的 很多卸妆油来说 我觉得它这款是最清爽的 好你看基本上已经卸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把它完全清洗掉 然后这时候呢就差不多了 然后用纸巾把它抹干 它这个官方使用说 说的是呢不需要用 再用洗面奶 但是我觉得个人 个人建议呢还是使用洗面奶比较好 你看 已经卸得完全卸掉了 然后我们再用化妆棉检查一下 你看 基本上是没有残留的 所以说它的卸妆效果非常好 今天的试用就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